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妈妈叫我给你饼干 你叫什么名字 秋风仙 这附近你想找个地方落脚 十个一面一个空王子 日子啊 你就过吗 阿姨 阿姨 真的觉得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 还不是走过来呢 你改天带你看电影 你把地址留给她 叫你们以后方便联络联络 申冯仙 她很孩子气 我就是心很善良 我姐姐要到我去买书 你要不要一起来 送给你 很适合你 你长这么大 你要学会替你自己负责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以台湾近代三部曲 享誉国际的王瞳导演 新推出横跨台湾六十年历史的史诗巨作《风中家族》 今天非常荣幸 我们就要请到导演为我们分享 王瞳导演是我们电影圈温柔敦厚的代表 王瞳导演好 你好 凯英好 大家观众好 导演 《风中家族》在2010年参加金马创投的时候 原来的案名叫海峡 一听就知道是史诗巨作 帮我们先介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庞大开始 后来我们就慢慢慢慢有点修正 就变成风中家族 简单来讲就是1949年的国共战争的尾巴 然后有一群小民就是庶民 小兵 小连长 他们在危急的时候 逃难的时候捡到一个小孩 一个小朋友 那因为不救他 小朋友就会炸死 就是一个怜悯的心 那三个人也不得不救他 人的天性 没想到这么一救他 就是变成一辈子的父子之关系 那来到台湾 为了小孩的教育 怎么辛苦来培治他 大概是这个故事 所以时间很跨了60年 跨了很大 对 差不多将近60年 60年的时间 所以导演1949这个主题 一直放在您的心里面 像您过去拍香蕉天堂也是一样 我知道导演的父亲是黄埔名将 所以在1949年的许邦会传之后 当时导演应该是七岁左右 对不对 也是跟着父母亲来台来居住 所以我想问导演 1949对您来说代表的什么呢 为什么一直想要拍1949的主题 1949年对我来说 很陌生又很清楚 因为在七七岁的时候应该有记忆 但是很模糊 但是我们看到长者那个辛苦 但是我们小孩子不懂 当我们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那个时代 给我们很多的 反省的机会 所以那是重要的一个 中国的一个动乱 国共从那里开始分开 台湾跟大陆离开了 所以记忆力 因为什么都没有 这些人来这边 从头开始很茫然 到最后几代 现在第三代 第四代 就比较踏实了 可是这个我想不能遗忘 对我来讲不能遗忘 前几天那个白先勇先生 白先勇老师 跟西松我们就聊天了 就是联合报访问 我们就聊 聊到那个时代 大家有这种感触 可能在某方面说 是很辛苦的那个年代 现在回忆是非常精彩的 一个年代 非常精彩 就是人活的意义 价值观念是正确的 很本分的 每个人的 角度做得很好 所以现在想一想 现在很多精英 台湾的精英 都是那个时代 所培养出来的 所以答应 为什么在香蕉天堂之后 还是想要拍一个风中家族呢 因为 香蕉天堂到二十年前拍的 那个电影比较幽默 喜剧 讽刺 可是那个 到现在我想 要放宽一点 不要说一个家 或者一个 两个人物 应该扩大 讲所有的人 那就是没有血亲的人 没有直系血亲 可是都很关心 有了爱才能够生存 所以整个是讲情的意思 整个电影 怎么说呢 一九四九年 它是一个背景 对 那我不想 不想再拍 那么 那么写实的背景 我想那个人物 从背景走出来 所以我想讲人物 那每个人物的关系 围绕在一个情 比如爱情 人爱情很重要 那些亲情 就是他父子之情 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比自己的孩子 还要亲 另外就是三个兵 他们变成兄弟之情 那这个三个情 就扩大到社会上 所有的都有 所以想借一个背景来说 这些人的成长 有了爱 才活得下去 是 是讲这个 所以导演刚刚说 风中家族很重要 是讲人嘛 人的 所以其实对演员来说 也是很大的挑战 那也没什么演员 因为他们要横跨三四十年 从可能从青少年 演到壮年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您合作的几位主要演员 他们演员开始 有一个观念要清楚 就是一个导演 他随着时代成长 你以前的拍片的那些 所谓好演员 现在已经年长了 你再叫他回来都不对了 所以你一定要用现在的演员 但现在的演员 大家都有一个 怎么样 死板的观念 他们现在是偶像剧的演员 认为他们不能拍深刻的体材 这个想法是错的 不要有这个区隔 因为他是职业 他去演那个就演那个 你要给他机会 他一定演得好 所以这次都用了新一代的演员 主要是杨又宁 这个主族是杨又宁 他是当一个小连长 顶替很负责任的 他个性很耿直 很有人情味 很有正派 坚守岗位 所以他才误杀了他的小舅子 他误杀了小舅子 他就没有脸回去 所以又受了伤 所以他想自杀 他就回不去了 没想到有两个兵把他救了 这两个活服兵 就是我们一个胡又威 一个小帅哥 然后一个顺子 是大陆一个演员 把他救了以后就逃 没想到在一个破村子里面 因为找食物吃 在一个缸里面 发现一个小孩子 那小孩子没地方去 家里面都跑了 他在那里睡着了 所以小孩子出现了 这三个人没办法救他 三个人就赶紧 为了自己活命 就跑到村头 没想到小孩子跟出来 也被炸了 所以圣鹏说 不救他是不行的 会炸死 就一个悲悯的心 一句话 所以就叫了那个顺子 就把他背走了 这三个人 就加一个小孩子 就离开了 这一路上 他要自杀的时候 没想到他自杀前 他那个结婚戒指掉出来了 从口袋掉出来 那小孩子给他了 他看了小孩子 他就有一个希望 他就想要活的 也等于他自己的孩子 就没有死 开始他救孩子 最后是孩子救了他 这个是整个电影里面 我们一直在错位的 一直互动的 错位的好处是 没有绝对的对 也没有绝对的错 但是中间有一个情感 维系 三个人都这样维系 他自己的小孩子 后来又认识很多女演员 我们那边 所以是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节 电影是一个很迷人的行业 但电影它决定是一个商业 没有钱 不替老板赚钱是不行的 你赔钱以后 没得拍 没得拍 但是也不能太过商业 它还是有文化 文化提高 它还是一个艺术 还有一个价值观 它还有一个美感的问题 这样子才能提升电影的本质 这次郭碧婷跟柯家宴 都有超零的演出 所以导演觉得 他们这次的表现 是什么模的呢 开始有点不相信他们会演 他们的表演 可是你要给 刚刚讲过要给他机会 可是他们有诚意 我觉得做事情要有诚意 都会成功一半 他们很想演好 而且愿意演 不计酬劳的来演 那第一个我觉得 这个就是对了 就是诚意 大家核心 所以他们放下心来拍 所以他没有偶像的味道 尤其郭碧婷 到后面演得非常好 那气质出来了 超零的气质 或者是读书人 学音乐 其实都出来了 那柯家宴是没话说的 他是一个跟接地气的演员 所以他跟盛鹏的感情 那一场演得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彩杰呢 他是聪明的演员 郭彩杰非常聪明 他可以演很小 也可以演很老 他是 李纯是 语言的 因为他是ABC嘛 对 语言的能力比较差一点 但是他用心 他拍这个戏 他前一年就来了 他就用一年的时间 八九个月来 在台北市生活 然后我们请一个 樊光耀老师教他过语 八个月才练出来 才上 我们才开拍 当然 还是有很多问题 然后再 又从美国回来 整个我们剪完以后 他再重新配音 所以口音的部分 听当初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 念给他听 反光耀 是 就慢慢慢慢磨出来的 因为大家也对李纯 有很大的期待 他很会演 毕竟他是李安导演的二儿子 他这个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在他旁边 不提他爸爸 不提他爸爸 不要给他压力 这是个人的事情 是 不提 光芒是他的 跟他爸爸完全无关 努力也是他自己 对也是他的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剧组要重现 40年代到70年代的 台湾街景 非常不容易 因为要去找 早期的米园 跟日式建筑 后来也在台中的光复新村 搭了4050年代的古岭街景 对对对 所以美术是导演的强项 要不要帮我们分享 当然 美术是我本身是学美术 做了几十年的美术 这对我来讲 是一个强项 因为 对台湾电影来讲 你的强项一定要 给下一代 你会 将来年轻人都会 很传承 所以我就招了很多大学美术系的 电影系的学生来做美工 他们自己也来做 他们帮我很多忙 他们很认真收集资料 我也给他们很资料 那图片解释给他们听 因为他们根本没看过 看了图片 所以一样一样的给他们谈 那个置景 我们整个柯南那个村子 就是破络的那个村子 整个建构起来 搭了四十几间房子 那街道成歌把它改成 花了三千多万来改成一个大道成的 一定要接三条巷子 我们才能拍 美术下的很大的功夫 一个考据 一个色彩 除了你搭景以外 你一定要清楚 电影的布景 置景是为了拍摄 所以你要有镜头的位置 摄影机的位置一定要想 还有一个演员动作走位的动线 调度 这跟一般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所以电影美术是另外一个学问 另外一个学科 专门要教小朋友 为影视来制造建筑物 来制造一个空间 适合剧情的 适合光影的色彩 这个是一个美学 这个科目是一个美学科目 是 对王瞳导演来说的话 美术设计 你觉得做一个好的美术设计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敏锐的 要敏锐的 对色彩敏锐 对光影敏锐 对场景的空间 要有一个看法 当然要懂得摄影机了 一定要懂得摄影机 要知道摄影机在哪一个位置 摄影机的景深 它的摄影机景深 非常重要 它移动的一个层次 这个是基本功 这是基本功 当然要看很多书 对 一定要读书 不读书是没办法 也要有想象力 比如我考学生 我会给他一篇诗 一篇诗 然后他从诗里面 变成影像是怎么变的 那个就是考学生 对空间的想象 跟故事结合是怎么做的 所以导演在学校里面 也是教了非常多的影视科 就是电影系的同学 教了十几年 所以导演从过去拍的 《台湾近代》三部曲 不管是《稻草人》 《无颜的山丘》 或是刚刚说的《香蕉天堂》 我们看了都很感动 导演拍戏 其实也就拍了三十五年了 所以有没有给《新代》的创作者 你有什么的建议跟提醒 电影是一个很迷人的行业 但电影它决定是一个商业 没有钱 不替老板赚钱是不行的 你赔钱以后没得拍 但是也不能太过商业 所以要清楚 我常常问学生说 你为什么要拍这部 第一件 你为什么要拍 第二件 你怎么拍 这两个问题要清楚 你自己要爱这个体材 你投入 它就回馈给你 如果你的目的太商业 你脑筋都是钱 那个电影拍不出来 拍不出好东西 拍不出质感来 对 那些画面上充满了钱的符号 很多电影一看 全部是钱的味道 电影还有一种 除了商业以外 它还是文化 文化提高 它还是一个艺术 它是一个艺术 或者一个文化 还有一个价值观 所以电影迷人是这个地方 类型电影太多 那类型电影里面也包括 我刚刚讲的文化层次 艺术层次 光影层次 它还有一个美感的问题 这样子才能提升电影的本质 不是技术好就好了 技术不好 但是你诚意要才看得出来 我记得我们看很多伊朗电影 它的技术也不见得有好 还是无那么好 可是它电影非常有诚恳 所以艺术一定要诚恳 做人也要诚恳 对 那个电影看得出来 你在里面 你的目的非常清楚 以前会讲张力 戏剧的冲突 戏剧张力 现在慢慢抽 它不是没有张力 是含蓄里面有张力 这个张力不是要用很大的力去打它 它是从里面出来那个力 熬汤一样 开很小的火 去熬这个汤 花时间去熬出来 那个汤会很美味的 鱼韵 对导演来说 您拍片拍了35年了 所以在心情上面的 一路走来的转折是什么呢 就是从年轻拍片跟现在拍片 一定是不一样的心情 完全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有点好胜 年轻人要表现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第一个件事情 有的故事叫拍片 先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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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场要拍什么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那你产生镜头 那每个镜头也知道 这个镜头你要做什么 你要讲什么 你不是空的 不是炫技而已 不是设计的 它自然会出出来 这个东西最后才产生连续的镜头 你想清楚才去画 你不是一开始就画 那个就是 刻意做出来的 太简单 就是一个美感是什么 是一个轮郭 你先把那个轮郭讲好 你不是一开始就是画眼睛 鼻子 你跳开的时候 两个都不合 你应该把整体看清楚 才知道你的笔下在哪里 所以电影完全是 是先 思想好 整理好 才去动摄影机的 所以对导演来说 现在拍片的心情像是什么 比较如鱼得水了吗 比较减少像刚刚讲那个目的 目的性 而且以前会讲张力 戏剧的冲突 这个很在乎 现在慢慢抽 它不是没有张力 是 是含蓄里面有张力 这个张力不是要用很大的力去打它 它是从里面出来那个力 一部电影我的心态是 像做菜 熬汤一样 开很小的火 去熬这个汤 花时间去熬出来 那个汤会很美味的 余韵 不能急 如果你都想用开大火 爆炒 很快就出来 很快就完成了 对 就是味道是很有 可是那个会容易上火 现在的心情就是说 抓重点 抓重点 抓细致 讲内涵 不再讲究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 我想你看过了 都闷在心里面 它是互动的撞击 而不是大量的 这个 看得见的那个力量 也就是说太极拳 到某个时候已经没有招式 所以 这部电影抽掉很多 但是也不讲究 为什么 可是你看完就知道 的确《风中家族》是一个 比较情绪内敛 云运比较深长的电影 所以导演也是提出了 拿出了你最大的诚意 来拍《风中家族》 所以最后想要请导演 帮我们说一下 您拍《风中家族》 想要传达的意念是什么 您最推荐它的原因在哪里 我想这个电影 刚刚说过 去感受人的生命 最大的感受的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 我记得有一场戏 我自己拍的时候 我都会掉泪 因为李纯就是这个 小凤仙 她要结婚了 她没有母亲 她小的时候都是这个 客家年代的 她被人家打屁股 她一起擦药 她是当她母亲 可是她没想到 她认为的母亲 跟杨佑宁 又没办法结合 可是她在结婚的时候 她就想把她的名字 写在她洗贴上 对 客家年代就感动得不得了 可以认可她是她的母亲 但是不是说 你做我的妈就行了 那个就是太直接了 所以用一个转一个歪以后 这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 内在 讲话也不直说 只是把你的名字 只是把你的名字 放在圣坡旁边 你的家长 那当然明白 所以客家年代就 就抱她了 那个时候我在拍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了 这个感情是对的 所以每一个桥段里面都有 比如说那个小孩子 看到爸爸的枪伤 跟他洗澡那一段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概整个电影 好多地方都放这种方法 对 不直接说 但是一定打到心就行了 继续感受这个心酸 推荐就是 大家也要 也要知道一个 那个时代人怎么活的 我希望大家去看这个电影 当然是 可以帮助这个电影 造就他的票房 真的看这个电影 会感觉到 电影是什么一回事 电影到底要传达什么意思 一个创作者 一个导演 他一定 要给观众些什么 那这个我也说不出来 可能观众自己去体会 对 现在非常感谢 王头导演 帮我们分享 风中家族 谢谢导演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